中美都不愿妥协对抗注定升级 虽然2023年仅仅才过了三个半月 但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紧张程度 就已经令所有人都感到后怕 而就在最近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 亚洲战略研究所执行主任詹姆斯·克拉布特里 就撰文宣称 这种紧张局面在未来不仅不会得到缓解 反而会愈发升级 中美现在的关系 已经紧张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步了吗 要知道 就在去年11月 也就是差不多近4个月前 中美两国元首才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上 成功进行了会面 并达成了另外界都松一口气的友好共识 结果仅仅到今年2月初 一个小小的气球 就令这种共识迅速蒸发 足见 如今中美关系究竟是有多么糟糕与脆弱 但明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 彼此间的关系 怎么就能如此脆弱呢 在文章中 克拉布特里就将其归结为 国际关系学中最常见的一种安全困境 一个国家为加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 在对手看来往往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迫使对手必须拿出更加激烈的对抗措施进行反制 从而导致双方关系不断螺旋式下降 克拉布特里认为 说白了 就是现在的中美两国政府根本就不信任对方 也不愿意对对方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妥协 但如果仅仅是互不相让 那么中美两国关系最多也就仅仅只是僵在那里 根本不至于出现 如今这种一个小小的气球 就让双方关系再次恶化的地步 某种程度上说 现在的中美关系氛围 比冷战时代的苏联关系还要恶劣 若真要揪其根源 就连克拉布特里本人都感到有些尴尬 在文章中 克拉布特里承认 如今的美国政府已经对这样一件事情达成共识 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实力都将继续上升 因此 对于急于巩固自身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而言 这样的中国就是他们绝对不可能去妥协 退让的对象 既然如此 那么在不引发战争的前提下 尽可能以全方位手段 遏制中国发展的印太平衡战略 自然就成为美国政府最合理的长期对华战略 所以这才是中美关系矛盾的正结所在 中美之间并没有达成平衡 美国一方正在对中国步步紧逼 这自然只能引发中国方面 以偏悲观的眼光看待对待美国 更要命的是 克拉布特里表示 拜登政府在此时犯下的三个错误 令这种误解更加恶化 其一 拜登政府这两年来制定的各种反华政策的执行情况相当顺利 其二 拜登政府认为 与印太盟友和合作伙伴 在制定针对中国的新措施方面进展顺利 其三 拜登政府因民主党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中的表现而受到鼓舞 也就是说 拜登政府认为 如今的形势是一片大好 自己再不趁其抓紧对中国的打压 那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随着2024年大选的任意临近 在大选之前剩下的这些日子里 对拜登政府而言 中美关系还有好转的可能 或者更准确的说 还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想提醒各位的 如今的拜登政府虽然的确摆出一副 要继续与中国对话 缓和双边关系的姿态 但这种姿态的本质 只是给迅速滑向更深冰点的美中关系 适当的踩脚刹车 防止出轨的意外罢了 并不是说拜登政府真的在害怕中美关系变得更糟 而这也正是拜登政府 对所谓的护栏说真正的理解 但拜登政府如此自信 这真的好吗 我注意到 在文章最后 克拉布特里也警告拜登政府 不对 美中关系的恶化趋势进行真正的管控 那么美国将在不久后面临两大风险 其一 中国必将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 直接针对美国 或者加倍努力 将其他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到新的地区 其二 印太地区的许多国家 将把拜登政府过于激进的姿态 视为对地区稳定的破坏与挑衅 而这两大风险叠加起来 必将令拜登政府 推行自己的印太平衡战略 愈发艰难与危险 最终令美国成为这场世纪博弈最大的输家 其实不用等到拜登政府自作自受 在金融层面 中国这几天就已经给拜登政府补一刀了 当地事件3月15日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1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其中显示 日本和中国仍为美国国债的两大海外债主 但令美国人有些焦急的是 中国的支债规模却依旧在下降 数据显示 中国1月持有美国国债8594亿美元 环比去年12月减少77亿美元 为连续第6个月 坚持美国国债 续创2010年6月以来新低 且自去年4月起 中国的持仓已连续10个月低于1万亿美元 这样的趋势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 所谓美国国债 通俗点讲就是美国政府以自己的信用作为抵押 向市场乃至全世界借钱用 而在过去数十年 得益于美元与石油贸易体系的绑定 再加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的繁荣 令全世界都乐于借钱给美国政府 由此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经济繁荣与霸主地位 但问题也就在此时出现 借钱过日的显然 远比亲自劳动挣钱要舒服得多 美国政府从此借钱成瘾 发展都如今 其政府债务累计总额已高达31.4万亿美元 比起2022年的GDP总量还要多出近6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如今的美国 其实已经根本偿还不了这么多债务了 只能靠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 当然从国家层面来说 债务增加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只要市场上继续有人愿意认购 就不会有问题 所以如今全球持有美债第二多的中国 却在持续出售美债 这其中传达出的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 自然不言而喻 当然我也知道 美国经济体量巨大 美元流通性强 美债也容易变现 就算中国不买 全世界范围也总是会有人愿意买单 特别是对一些以固定收益为主的 大型退休基金或各国央行外汇储备来说 不管是基于流动性 获利性或币型考量 美债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真正尴尬的事情就恰恰在此时发生 当地时间3月10日 全美市值前十的硅谷银行宣布破产 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全美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 而当人们溯源调查其破产原因时 竟然发现这一切都是美债所致 自去年以来 未缓解社会通胀危机 美联储拼命加息 令美债市场交易价格大跌 与此同时同样受加息影响 硅谷银行的客户们纷纷急需提取现金 舒缓现金流枯竭危机 迫使硅谷银行只能咬牙亏本 抛售手中的美债 最终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上哪个买家还敢对美债抱有信心 所以现在回头来看 中国能提前半年持续减值美债 明显是看出美国金融体系的这些系统性风险 是非常成功的避险操作 而这种避险操作能反过来补美国一刀 进一步降低全球市场对美债 甚至是美元的信任 增加美国政府因债务危机关闭的可能 那就是纯粹是美国政府自己做出来的意外之喜罢了 美国在国战问题上一堆烦心事 但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同样也遇到新危机 当地时间4月14日 美军一架MQ-9无人机在黑海海域上 遭到两架俄军苏-27战斗机的空中拦截 最终导致这架MQ-9坠入黑海 美方将无人机的坠毁归结为 俄方不安全 不专业 不环保的拦截行为 明显是要把责任全部栽给俄方 那么好 既然如此 美方就应该在事后对俄方进行铺天盖地的舆论指责 要求俄方必须对此做出解释 同时在黑海的一线进行针对性的军事调动才对吧 但非常搞笑的是 美方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举动完全令人大跌眼镜 事件发生后 美国政府与五角大楼压根就不敢在第一时间 对俄方进行严厉指责 而当有媒体宣称俄方是击落美军无人机时 美国政府反而迅速对此进行了解释 这是误状 不是击落 甚至不惜放出MQ-9无人机的第一视角视频画面 以正俄军清白 在第二天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应邀同美国国防部长埃劳德·奥斯丁 举行了电话会谈 同时俄军部长格拉西莫夫 也与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进行了电话会谈 也就是说 在自驾无人机被俄军撞毁后 美方反而是主动要求与对方通电话 澄清误会 一时之间 我甚至分不清 到底谁撞了谁家的无人机 那么美军这番如此反常的举动 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 那么美军